大家好,我是藏妈 今天分享一道我们当地特色 西斧盒盘 堪称凉菜中的王牌 逢年过节必备 首先水开之后我们放上来食用油 然后下入菠菜焯水上20秒 加入油焯熟的菠菜 颜色更加的翠绿 焯好之后我们把菠菜捞出来 放入清水里面过凉 接着我们再把黄豆芽 给它放入锅中焯一下 差不多煮上两分钟 煮熟之后捞出来备用 接着我们再把肘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这个是好吃的关键 肘花是腿肉和猪皮 先卤后压制而成的 口感香而不腻 咸香可口 小碗里面我们放入姜末 干红辣椒 一勺的白芝麻 然后再用热油给它泼一下 激发出香味来 加入两勺的香醋 一勺生抽 鸡精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 接着我们把菠菜和豆芽 摆在盘子的中间 把切好的肘花 给它摆在四周 最后我们把调好的料汁 连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道美味的西腐和盘就制作好了 肉的香味搭配酸香的料汁 不仅不腻 吃着还很开胃 逢年过节 或者酒席上 一定不能少的凉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